弟弟 露露 今天把你叫出来 你能借我一万块钱吗 嗯 你借钱干什么呀 我要给我男朋友买一个金发卡 钱不够 你有男朋友啊 谁啊 呃 你以后会知道的 那好吧 我转给你 支付宝到账一万元 收到了 谢谢你啊 弟弟 不用谢 其实 我也挺喜欢金发卡的 嗯 谁给我寄的快递啊 我也没买东西啊 嗯 金发卡 最好的礼物 给我最爱的礼物 难怪露露说 我以后就知道她男朋友是谁了 原来她男朋友是我呀 露露呀露露 你真是太浪漫了 喂 露露 东西我收到了 那金发卡你收下了 当然收下了 其实我挺喜欢穿搭装饰的 这个金发卡我也很喜欢 那上次一万块钱我就不还你了 不用还了 虽然说是我的钱 但是你准备的小惊喜我很喜欢 太好了 我男朋友还说怕你不愿意呢 我就说你是个好人 肯定会同意的 你男朋友 他说他不太喜欢那个金发卡 商家又不让退货 我就说把他给你抵债了 正好也不用我还钱了 爹爹 谢谢你啊 太好了 我男朋友还说怕你不愿意呢 我就说你是个好人 肯定会同意的 他说他不太喜欢那个金发卡 商家又不让退货 我就说把他给你抵债了 正好也不用我还钱了 爹爹 谢谢你啊 就这还配做露露的男朋友 小黑屋待着吧你 不把钱还我你就别出来了 小黑屋待着吧 我也不把钱还满り 贱祝